就是是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是化分池 是变电锁是什么东西 咱们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提示客户 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可能对你的生活上很影响 我们都会提示客户 您当时是怎么提示的 就你说 你现在说这个 我说我们是现房销售 你都已经看过了 实体的房 当时是现房销售 那块什么样您都看到了 所以你觉得 你就做到提示的义务了是吗 不是 那您的意思是 包括签合同的时候 合同上面所有提前的东西 我都让客户看好 而且客户确定在合同上 写了一句话 本人对 本人以详细阅读此合同无疑 对 这个都会写的 咱们也都了解 然后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 您在售楼的时候 有没有跟客户提示过 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污水处理的 一个系统 或者污水处理的一个 您跟客户提示过吗 说过有管景 说没说是屋里处理 泵站 有说过这几个字吗 我不会承诺是还是不是 关于是否有提示过 月儿后的景 是污水提升泵站这一情况 销售经理没有正面回答 之后他表示 他只是外聘的销售人员 并不能代表世贸集团 随后便以此为理由 离开了现场 离开了现场 但是 开了 高飞站